台湾国庆茶会在10号升旗典礼后在乔教中心大礼堂举行 在开场北一女一队进场做精彩的表演后 茶会正式开始 国庆筹委会主委黎淑英首先致辞 感谢在场乔包对中华民国的支持 请看来自本台的报道 台北经文处黄敏进处长提到 台湾人民参加中华民国创建过程以及对日抗战 台湾很多青年同胞参加抗战 今天将颁发纪念章给七位抗战老英雄 他们在20岁时把人生最宝贵的时间贡献给国家 他对在座第一排的抗战老英雄表示 没有你们没有抗战胜利 黄处长提到一场对日抗战 我牺牲了268位将领 320万国军及2000万平民才换来最后的胜利 在这历史性的日子里 祝我们国家国运昌隆 乔教中心主任庄雅书表示 看到升旗典礼仪式的庄重 我内心非常感动 大家又到乔教中心来举行茶会 大家的爱国热情 让乔教中心成为总统府前的国庆广场 庄主任说 台湾的自由、民主、民富的生活 凝聚了海外侨胞支持中华民国的力量 会中还由黄处长颁发 乔务荣誉职人员证书 给乔务咨询委员 骆建明、王秀兹、胡启年 乔务委员甘又平 乔务顾问汤雅丽 周满红、庄星雅 会中也由黄处长颁发抗战英雄纪念章 给肖继书、张义三、许绍平、徐立超、陈书坤、陈继远、潘光明等人 查上还表扬捐赠国内乔生奖助学金的王敦正 咨询委员蒋状 及王延霞乔务促进委员感谢函 另外也颁发奖状给方台生 感谢他捐赠高雄气暴 以及胡启年、刘秀美、黄英荣等人 最后由台北经文处黄敏敬处长夫妇 国庆筹备会主委黎书英 乔教中心主任庄雅书 乔务委员叶洪志 甘又平及中华公所共同主席陈灿基、周采廷等人 共同为双十国庆茶会切蛋糕 祝贺中华民国生日快乐